那比上个礼拜的同一天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那显示这个疫情这个升温已经是确定 下礼拜二或下礼拜三的时候会超过三万例 本土疫情逐渐升温 二十四号新增两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例的本土个案 一百七三例境外移入十八例死亡 死亡的个案中有两人为年轻个案 其中一例三十多岁女性确诊四天后死亡 指挥中心也观察到未来的疫情重点 恐怕就在重复感染 因应疫情发展指挥中心修改重复确诊的定义 第一次确诊的三个月内 如果病情有恶化者PCR或快篩阳性 或者确诊三个月后 无论有没有症状 只要PCR或快篩阳性 经过医师诊断后就可视为重复确诊 不过对于脆弱的族群 包括高龄者幼童族群更应该多加注意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三大保护措施 像是持续现行住宿市 尝照机构的给药机制 加强六十五岁以上长者的筛检给药 还有鼓励儿童疫苗施打 以及确诊者就医顺畅 应该依照建议来继续来施打疫苗 没有施打疫苗的长者跟幼儿 我是建议 指挥中心这边希望他们尽量减少 出入人潮众多的场合 除了催打疫苗做好个人防护 民众也关心次世代疫苗到底何时会来 虽然九月份本土疫情可能再度出现高峰 不过隔魁苏贞昌接见日本议员时松口 将适时开放边境促进台日经济及观光 是否代表台日边境管制将互惠开放 我想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有共识 那只是一些细节的部分 这一波的疫情如果能够到高峰确定往下 那我想这个时机就会比较好 开放的时机就会到了 开放边境万事俱备 或许等过了九月中可能的疫情高峰期 才是开放边境的最佳时机 欢迎新闻 吴怀瀚杨梓玉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分享